谁也没想到,刘德华又上热搜了。 原来河北桌州水灾刘德华向灾区捐款500万元,捐赠价值300万元物资。 据悉,捐赠的300万元物资有很多都是刘德华亲自参与采购的。 刘德华不仅在演艺圈取得了成功,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,他多次参与慈善活动。 今天悠悠为你盘点一下刘德华这些年的一些善举。 1991年华东水灾,他捐款500万元,90年代的500万相当多了。 1999年台湾省地震,刘德华捐款3000万。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,刘德华组织500多名娱乐圈人士参与演艺界512关爱行动。 两次当众下跪,感谢参与筹集善款的各界人士支持,最终筹得3000万善款,捐到汶川。 2010年四月玉树地震,刘德华和圈内好友一起做赈灾一眼,筹得捐款3506万港元。 同年,刘德华与成龙在抗旱旧灾,我们在行动赈灾晚会上筹募2.8亿元。 2013年,他向中国农村儿童发起了新联新行动,并捐赠了100万港元。 2015年,他为四川甘孜州的贫困地区捐赠了500万元人民币,并设立了刘德华助学金。 2020年,河南暴雨成灾,刘德华私下偷偷捐了300万,没有出现在捐款名单。 刘德华高超的演艺才能,高尚的品德和多年来对于慈善事业的贡献,受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赞赏和尊敬,为他赢得了无数的粉丝,这才是他红了几十年的根本原因。 刘德华不愧是娱乐界的一面旗帜,得一双新艺术家。 家人们,你喜欢这个红了几十年的大帅哥刘德华吗? 为他点个赞吧,关注悠悠,带你了解更多名人故事。